春天又是一个养花的季节 很多人把花养死了养不活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你看看你着了几个道 说到养花呢 就是我发现 就是咱们人有一个通病 他就从来不会承认自己 他就会赖这个花 当然了 是吧 就像有个话说的是吧 虾子 笼子 瓢子 三个人去赶鸡 过年嘛赶大年会 虾子说啊 今年的炮响灯不明 哎 笼子说今年的灯明炮不响 虾子说 哎 炮响灯又明啊 只是路不平 对吧 你不要总是去抱怨 咱们就从 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光照 有的话就说 哎 我们家没有光照 臭吧 好好 好好的是吧 你 你家里边没有光照 嘿嘿 隔壁家有 你隔壁家养花不也一样吗 是吧 你或者是 想点什么办法 哎 家里面都肯定会有太阳 享受太阳每个人的权利 好家伙 你住上楼房了 你还想再养花 嗯 十年男学生已经一年就学个庄稼汉 对于农民 农村我们这种农民来说养花很简单 你第一点就得是光照 你没有 这话说我用补光灯 我说让你娶个媳妇 你说啊 老花姨我买了个 但是给你生小孩咋的呀 这能解决问题 解决的是某些方面的问题 嗯 第二个呢 就浇水啊 很难话 买回来以后 浇水老是整不明白这个事 浇水呢 你就一定要把握住什么呢 你不论是养什么样的花 它这一个浇水 都是让它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干透了 一定要浇透 干透了 有的话我都蔫了 老花姨我浇了水了 还没反应过呢 没有浇透 一定要给它喝透水 好吧 就是说跟人喝水 还是一个道理啊 渴了喝不喝不喝 干就浇透 好吧 用盆用土这一块呢 就说到土了 一定要让它排水透气 一定要让它排水透气 就跟咱们人穿个鞋 也是一个道理 你不想想是什么个事吗 没有氧气 盆土不排水透气 它是不生根的 没有氧气不生根 一定要了解这个事 不论是养任何花 都要通风好一点 然后乱了 你们棚里面不通风 你咋知道我们棚里面不通风 我们有大风扇 我们有天窗 怎么不通风 因为你现在不通 现在不通风 我们不是不打开 它通风的 还有一个呢 你不通风的话 它不能获取足够的二氧化碳 它没办法 光合作用 所以说你一定要让它通风 还有气温啊 尽量的 不论是养任何花 维持在五度以上 是最哇塞的 你要是五度以下 有很多的话 就会面临冻伤的一个风险 你看看家里边的温度 很多花 花都快冻死了 就是嘴硬 我说你那边冷了 不冷啊 才三度 我都没穿凹呢 我说你把花当人 你还真把它当你计较了 你的超蛮入胜了 肥料就比较简单了 跟人吃饭 还是一个道理 人一天三到四顿 植物一个月三到四顿 人吃无非也是吃一些五五杂粮 而植物这个通用型的肥料 最好的肥料 就是农村粪空里边那种粪肥 扒一下上来 啥都不用管 光照给足 把握住了 你还有啥 难吗 养花准那么难吗 包园那么多干啥呢 你看老花姨 你养的就很好 我们要跟你学 你真跟我学吗 七年养死十几万的花 这都是惊讶 赤裸裸 这都是血淋淋的就学 哎哟 你 还有像我们 有话说 老花姨 你们大棚里面生产秀 我们大棚里面生产花 也有10%到30%的淘汰率呢 开玩笑 别忘了 花卉学院的董院长都把花一养死了 你有啥没有信心 我知道花一 养花这张一 白了 嘿嘿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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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